哈喽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 欢迎收看荣耀激情局 就在3月12号荣耀发布了荣耀燦丸七星 我们在第一时间拿到了全新的机器 首先我们打开包装盒 好的这就是荣耀燦丸七星 5.99英寸的18杯酒全面瓶 扩持起来宽阔而又不是细腻 正面的下巴是荣耀的logo 背部的指纹识别和摄像幕的布局 延续了荣耀一些情绪机型的经典设计 这款手机上也配备了后置双色 几乎做到了纯屏 点赞哦 这部手机还有一个贴心的功能 就是采用三卡槽的设计 能够同时插两张SIM和一张存储卡 看来能够解决内存选择困难症 这个比较繁星的问题好 一希记得在不久之前 只有很贵的旗舰手机才能配得上 人脸识别这个功能 但是在我们的荣耀燦丸七希这款手机上 也配备了人脸识别解锁功能 我们对它的人脸识别表现还是充满好奇的 今天就让我们来测试一下 它的人脸识别的可靠性 哈喽大家好 我是荣耀激情敌的四号特工Make It 首先要做的是安全性测试 接下来呢 我要更换不同的造型和妆容 来测试七希的人脸识别功能 好的 今天荣耀参丸七希的测试表现还是不错的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5.99全面屏 透制双色 可靠的人脸解锁 三卡槽 4GB大内存 加8核处理器 这就是极具性价比的荣耀参丸七希 本期我们一共人脸识别成功了多少种造型呢 在评论区留言并且转发到逼章动态 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将获得我们的新一步哦 第二到第五个回答正确的将获得我们的自拍杆一个 记得要转发到逼章动态才能获奖哦 不要忘记关注我们下期的礼物和内容会更精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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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